这熊鹿又又又又赎球了 隔壁活摘可是赢了胡人 这下熊鹿这东部到手第一可是做得稳稳当当 但是这场球你真喷不着利拉德 人家全场22中11狂看36分齐助攻 妥妥的尽力局 AJ格林也迎来了自己的生涯之夜 三分球九中七得到21分 熊鹿最后也不过输给骑士两分而已 所以你问我输球到底该怪谁 来 让我们把比赛倒回到第四节中场前的6分钟左右 本来吧 熊鹿手握8分领先勇士 但是骑士这边加篮标进一击三分 将分差缩小到五分 熊鹿主帅劳李眼看局势不对 赶紧交个暂停 到现在为止这个操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接下来搞笑的事来了 这个暂停以后劳李给主力换下来了 骑士一看乐了 直接一波7比0反常了两分 从领先8分到落后两分 劳李这波骚骚作 意外里却是值个10分 我估摸着这场打完熊鹿更衣室 肯定是要出点问题了 球员讲话了 那我们打的还不够努力吗 你这主教练就不能少点骚操作吗 你看看人家骑士 这种跟上赛季没差 就换个教练东部第一了 管理层能不能抓紧换个教练 不过别的球队应该挺开心 尤其是像什么热火火火箭 总经理看到熊鹿现在这个样偷偷一的 嘿嘿 字母哥碎片 加一